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他跟你是同行 什么意思 他与其说像个球星 他不如说他更像个男模 你不觉得吗 小贝 你小贝这几天 广美这几天不在大陆 小贝最近这五天在中国行 我后来看出诡异来了 我说这是来干什么来了 这是三个城市 你知道一路 他是来干什么 正经的理由是干什么 正经的理由 听上去像是为了一个正经的目的 推广中超 就中超推广大使 他跟中超有什么关系 他是中超的球员吗 不是 不是 顾问吗 不是 这是几个公司运作 请他来发展青少年足球运动 对吧 来搞一下 但是 我又为什么我看出点诡异来 就是说 我觉得要真实公益行动 以我这小人之心 不带这么卖力的 这一路上好像又摔跤 到北大 把这个聊起来 看看光榜子 看纹身 那女生都疯了 北大女生水平可真实 尖叫 不敢 就是一路惊叫 后来你说 他这是要干什么 穿着西装革履 踢任意球 踢任意球 你记得给摔了一跤吗 踢没踢好 就摔摔 他们说容易骨折这样 对你看男网友和女网友评价 截然不同 你猜男网友你怎么评价 说什么的 男网友说 穿皮鞋就不能踢任意球 女网友说 人家摔跤都摔得帅 所以他干什么 后来我就去挖掘资料 反正有一种说法 这里边是有钱的 就是有这个费用代言 还是他给谁代言弄不清 但是有人说七个数的英镑 大概七位数 百万数集的 就是千万人民币了 百万英镑 原来有个电影 报道上是这么说 报道上这么说 再有一个就说 他来开拓他的事业 所以你说这个有意思吗 现在就说一个名人 他去到哪 比如到中国去一趟 也许不见得是很直接的广告目的 对吗 说我给你钱到这来一趟 也许是说 我要到这建立我的市场 或者打开我的市场 甚至有人说 他是为了他太太 维多利亚来推展亚洲市场 我都不明白 他怎么就推展了他太太的市场 其实你刚才讲到消费男色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属于那种 对于男色比较有抵抗力 对对对 你曾经穿海南威水 不是 但是你觉得你说我们在消费男色 事实上我觉得更准确的应该是说 他利用自己的男色 当成一个备消费品 其实真的是这样子 你这样子 我现在回想一下之后 其实你问过 其实我看过他的足球赛 我也是在西班牙 刚好遇到他在退役之前 前一段 应该是说 对 他那时候要转到那个 他是不是到LA去踢过一段 对对对 那是他很就赚钱去捞钱去的 在他转会之前 我曾经在西班牙看过一场他的球赛 我告诉你那真是一个疯狂 那真是一个疯狂 我跟你讲那天 我还记得那天所有的警察出动 我不晓得大概有几千个警察在现场 而且他们都是骑马 大部分都骑马 用马就是人在马上控制那个秩序 那些观众都疯掉了 在现场点那种 那种烟 那种像烟雾弹那样的东西 然后往场里丢 然后各种 我就觉得那根本就是一个暴动的那种感 真的 那感觉就是分分钟就要暴动 有时候真就看成暴动了 我球赛都没有看完 我球赛都没有看完 我就离开 我吓跑了 我真的是吓跑了 所以我相信就是说 这个足球的观众的这种热情 是足以 怎么讲 我觉得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商品了 那天其实他就是在场上像个小人点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其实我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对他所有的印象 都是他拍什么刮胡刀的广告啊 然后他即使拍电器的广告 都把他拍的特别特别的有形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深深的知道自己能够在哪里被消费 即使他的你刚才提到他的夫人了 他的夫人 我如果说 辣妹 现在叫辣妈了 对 贝克汉如果是一个男人的一个role model的话 他的夫人应该就是一个女人的role model了 为什么 他们实际上来说他们是两夫妻合作一起赚钱的一个好的典范 对不对 他们两个人一起在床上 在床上 对 很多这种照片是在纹身的 两个人在床上叠来叠去的这个照片 发行了很大的数量 人家在床上不光娱乐还顺带 对还赚钱 对 但是你要知道两个人一起在床上 如果他不够 为什么我刚才用role model来形容他 对就是两个人就是说贝克汉你是从头到脚 你找不出一个缺点来 因为你说他来中国 因为我只看到一张照片 他把他的那个 对 秀起来 对 美其名是秀 纹身嘛 叫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文的是中文 富贵游天 对 那美其名是要秀纹身 我觉得更重要是还要秀那个八块腹肌 对 所以就是说他的妻子其实也是这样子 就是从头到脚 一丝不苟 从头发到他的化妆 到他的服装 他现在又当服装设计师 他的夫人当服装设计师 太阳眼镜设计师 他从头到小都能卖钱 所以我觉得他这整个家庭 他们好像有三个孩子吧 我觉得应该很快的 他的孩子应该很快也可以 所以文涛概括的很对 他是你的同行 他基本上是model 你刚才讲那些人放烟火 他们到皇家马德里球场看 那主要不是看 不是看他呀 当然那个时候的皇马 那个明星不知道多少 他在里边根本显不出光辉 那个时候里边卢尔啊 什么什么 但是这个徐老师 这我跟你有意义啊 就是说你是球迷的立场 可是实际上你记得那年 皇马中国行吗 皇马中国行产生了 两千万的这个这个利益 赚那么多钱 一路上 皇马那些明星 获得的那些尖叫 就是看小辈的呀 那些可能有些球迷 他还知道 C罗呀或者什么的 实际上那就是 完全是看小辈啊 尤其是这些女的 是 你知道吗 他叫成什么样 而且 所以我就说 足球运动员这个身份 盖不住贝克汉 因为你看你知道 要讲超一流的巨星 他从来都没有达到过 他吧 对 从来没有 但是他的确现在是 运动员里边收入最高的 第一 那么我 我知道吗 2011年 你知道他 收入4000万美元 这个C罗是3800万美元 这个梅西3200万美元 你看这几个 根据丑和帅的程度不同 你知道吗 本来球梅西最棒啊 可是你看 最帅的贝克汉姆 赚的最多 第二帅的C罗 赚第二 梅西 咱点 赚第三 这是个什么世道 我关心的是梅西的纹身 最近梅西的纹身 他在脚上 他那个小腿啊 纹了很大的一个纹身 他生了个儿子 他把儿子的名字 跟什么什么 他纹在一个小腿上 以后这个 怎么看梅西啊 就再看他 他那个小腿是最 大家最关心的地方 整条小腿都纹上去 就是厉害 当然了 你们继续加小辈 我对小辈不感冒 小辈的儿子 十岁的儿子 现在已经也为这个家庭 创造利益了 已经成了广告巨星了 小辈 是那布鲁克林吗 可能是吧 好像说十岁的那儿子 就说这夫妻俩 真是这个钱赚的 这是个什么现象 我跟你说 咱们先看看 他这一路中国风啊 这种中国旋风是怎么个神采 是怎么让我越看越诡异的 你可以看看 今天我想问你 请问你一个问题 sobre你的中国旋风 I can show you 完美事业 完美人生 完美中国 中国完美 雪花纯松 中国古建筑摄影大赛 全国启动 中华一脉 自然出众 阿里山 丙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如极之水 小辈就是广告牌 小辈就是印钞机 你说他算是一种什么人 我就觉得他是什么职业 我觉得他不能说足球运动员涵盖不了他的职业 他在商业上得到的成就 是他踢一辈子足球也踢不到的 那么你说这是他自己个人的兴趣爱好呢 还是下面的踢队主要是一个踢队吧 下面有个团队吧 经纪人吧 整个是他 你不要说姚明吧 你看姚明现在也是啊 姚明不打球了 可是姚明变成了一个商业商界人物了 各种重要的场合 各种各样的品牌 各种下面完全是有人在在做一个business这样在做的 这个是一个普遍现象 就是你刚才讲现代后现代社会 大家看中形象 不关心他原来的东西了 看中形象 那另外更个性的原因是因为欧洲文化 欧洲现在在整个世界的这个产业的分配里边 他已经脱离 就是说他只能靠软实力 就是靠他的传统 靠他的文化在卖 欧洲负责时尚 对 就是负责生产这种东西 因为大量的东西生产不过你们 他劳动力比不过你们中国印度 他创意比不过美国 科技比不过美国 但欧洲就比什么 就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他的做工做的特别好 比方说某些工艺的东西 他还是做到最好 另外一个就是靠软牌子 就是很多都是 所以这跟他英国人的身份 跟他那种说的那种英式的英文 什么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 刚才徐老师讲到一点 就是说到底是他个人还是团队的问题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个人选择的 就是他的个人选择 例如文涛 其实文涛如果现在要利用他自己头顶的光环 去拍各种广告 他也许没有办法在这个裸露 但是其实他如果要靠他头上的光环 去赚各种的快钱 轻松钱 其实他唾手可得的 对不对 没那么容易 真的有 你不肯虚旧而已 是 就是说你可以赚了这个快钱 但是那个慢钱可能以后就没有了 那人家就没打案挣慢钱了 你看我们这样讲 其实我虽然对足球完全一窍不通 但是我也耳熟能详 就是说欧洲有几个巨帅的帅哥的明星球员 人家没有因为因为长得帅 所以把球踢坏了 或没踢好 或者是说根本就不踢球了 就直接去专职的当模特 那天我还记得 我现在想起来那个画面了 因为那个时候 贝克汉姆到那个黄马队的时候 其实虽然说他们球队里面很多明星 但是我相信老板有交代 你们要尽量做球给贝克汉 希望他能够更加的发光发热 吸引更多的票房 但是很奇怪 那天其实他犯了很多的错误 你不会相信现场的球迷们 对他有多么的宽容 就没有人虚他 他犯错误了 大家还是继续给他掌声 所以人家很多人说 长得好看的女人 会获得很多的宽容 事实上长得帅气的男人 一样获得很多的宽容 你觉得贝克汉姆就在英国 他这种狂热 就当年他去了西班牙 从英国去了西班牙 英国那个球迷如丧考比 以至于那个太阳报 就专门设立一个叫贝克汉姆 忧郁热线 专门供给一些个心里就不行了的 崩溃了的人 倾诉忠常 就能成正一个 一个一个情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他后来怎么样 获得别的方面的利益 他球呢 也的确有提的好的时候 这叫什么 他那个 我主持节目也有主持的 他的任意求啊 是很绝的 是贴的很绝的 但是另外有一个规律 凡是转了 做很多别的事情的时候 一般是事业 开始往下走的时候 这我又跟你有一个不同 不一定 我过去跟你想法是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人靠不了真本事啊 就得靠虚的名气 可是就像你刚才说的 那天啊 他们就讲 有这么一 今天的社会已经 我所以我说啊 贝克汉姆是什么职业 他的职业准确的讲 叫名人 我再可以再给你举出一个例子 那天他们聊 也不好意思 可以谈谈林志玲吗 谈林志玲吗 有人不是我说的啊 说林志玲 那么他又是什么职业 他是模特吗 他的职业是美人 对 他是演员吗 他的代表作呢 但是他今天这个社会不要紧 你知道后来我说 那他靠什么 那他这个 他负责做名人 这个好 这个负责做名人 过去我都瞧不上 可是今天我必须重新认识 因为我发现他不是虚的 就像贝克汉姆你看到 做名人是真金白银的 一样要付出 一样要讲智慧 这里边就是你刚才谈到的 说靠什么 就是团队 我一直不太明白 我什么叫团队啊 团队是干什么的 他们说哎呀 什么范冰冰啊 林志玲啊 这都是这个团队啊 在每一件事情上 团队在干什么 在这个 在利用媒体 在在分析今天这个社会 在分析每一个事件 然后看看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 可以怎么做 就人就是这样 一步一步一步 把他的形象 这个事情讲精彩了 讲精彩 这个触及到两个最观念 就到底人成功啊 到底是靠实力 还是靠运作 你明白 你讲的团队 其实就是运作 因为这是 缺一不可的 我觉得 这个一加一是变成一百 一加一变成一百 这是你现在后现代的概念 在老派一点的概念呢 就认为人应该主要靠实力 运作是第二位的事情 新派一点的看法 后现代的看法 我刚才讲的现代主义的看法 后现代的看法是说 没有所谓实力这一说 一切都是靠运作 再强的实力也是运作出来 今天有很多不喜欢梅西的人 认为梅西的球都是 普拉蒂尼包庇出来的 干爹这个法国 那个法国人啊 欧洲主席主席 给他创造机会 所以他们现在的价值观 认为到所谓厉害的 都是运作出来的 一般的人认为 这个两者都要有 但是哪一个是最重要的 决定你怎么做人 我的看法还是 做实力强的人 有实力的人 开始是靠实力的 等到实力不太够的时候 才靠运作 可是你觉得 有很多相反的例子 对 就是你觉得这个小辈 你现在看他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个广告牌 你觉得这个什么 当初有实力的 全身脚上穿着阿迪达斯 对吧 什么衣服可能穿的 什么东西 说头发每天变发型 头发都是个赞助品牌 他就一身就是个广告牌 所以你知道他很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看他现在暂时算退役 还是算什么 但是他必须保证 他有高曝光率 在国际场合 这样这些品牌 才会一直跟在他后面 往他身上贴东西 因为你得保持曝光率 曝光率又是什么东西 你所以我原来还最瞧不起的事情 最可耻的事情 就是走红地毯 事实证明 我真是个土老帽 我太傻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太不适应这个社会了 就是我原来瞧不上很多明星 我说跑巴黎去走红地毯 害臊不害臊 你知道今天 早就超越了这种农民一样的观察问题的方式 那是一个事业 那是一个专业 我在这个红毯上走秀 这可能是国际品牌赞助的 需要你走这么一圈 这都不是说我乐意 我不乐意 你知道吗 本来走红地毯是为了宣传电影 现在拍电影是为了走红地毯 那你也得看你走的是什么红地毯 那有区别是吧 那当然有区别 你走的是国际一线品牌的红地毯还是那个石家庄一线品牌的那个红地毯 我觉得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 后者我走的比较多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家自从换了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安全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 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说好 所以啊 我们真是要改变思想 才能与时俱进 就是出现了 什么与时俱进 你这是毁三观 什么叫毁三观我不太懂 一般的人在读书的时候建立了一个世界观 人生观 这个人生观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得要有征才实学 你对社会做实在的贡献 渐渐的你就会有名 渐渐的你就会有钱 现在发现不是这样 你没有什么征才实学 你没做什么事情 但是你已经有名了 你已经有钱了 有钱有名 就是你的成功 现在人家是在走这样的路 你刚才举的例子 小贝跟比方林志玲 我觉得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情况 小贝毕竟是在足球里踢的非常好 他的球是世界波 是国际水准的球 然后他巧妙的利用了他的实力 对 凡是现在足球踢的非常好的这些人 像C罗这些还来不及做广告 因为他们现在还有好时候可以踢球 等到再过几年 他们也许也要这样转了 但是像另外一些 比方像林志玲了 比方像李嘉欣了 对不起 他们都是以美人出生的 他们的戏 他们的广告都是因为这个而来的 如果他们定位自己是模特 那也是正道 光美你觉得这是正道 如果他是演员的话 那我相信林志玲也不觉得 他自己是表演艺术家吧 他可能不是一个表演艺术家 但是我这样子讲 其实呢 你认不认为 就是说我觉得一个女孩子的高EQ 我很欣赏志玲的一点 就是 他真的是像一颗温暖的小太阳 他在哪里出现 哪里就有温暖 就是连我这种 就是其实我比他早出道很多年 他才刚刚出道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女孩 将来一定会红 为什么 我不知道什么 我就告诉你 这自己人 说话嗲是吧 不是说话 不是说话嗲的 那时候我跟他不同公司的 我看到他 我只是在他在舞台上出现 我就说 这女孩将来不得了 我听不到他说话 我根本就不知道 他的声音是那个样子 你觉得他特别漂亮 No 不是 重点是 薛老师 比他漂亮的女孩多的是 比他高挑的女孩多的是 条件比他好的女孩多的是 但这个女孩 你知道他的他的整个学历背景挺厉害的 就是说我觉得有时候人的一个气质 那个东西是你再多的东西你堆不出来 所以还不能单靠运作 还是要有一定的实力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 他也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团队 他的老板也是也是台湾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 我们的一个大前辈 他知道怎么样去把志玲最好的地方呈现出来 这个自己不争气总是不行的 这个但是他这个有一种实力叫做人 就是你可以没什么专业 但是你在公众社会当中啊 你就要应对应酬做人 我跟他会过 不是没有私会啊 就是就说对国话 公会对国话 林志玲应对得体 千功有礼 那这个不是一般现在有些这女孩傻的那个就剩一张脸了 不能张嘴的 你知道吗 就是林志玲对 他张嘴不是说给你卖学问 今天他要到咱节目未必能砍 可是呢 你跟他说话很舒服 对 他让你觉得很舒适 很舒服 那么你说这又是不是一种能力呢 这叫美的实力 那也是一种不 这个非常厉害的实力啊 真是 而且是非常令人赏心悦目的一个实力 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不对 对啊 对比如说小贝在北大课堂里这个表现 他也是一种美的实力 做人的流浪 实力 做人实力和流浪 要叫你 你不是 我只能这样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没有记得 你有意思吗 是 我想護你 全部都想睡 不如扶 cycle 开 그렇지 开bnb 开森 开不行 开容 开心